浩哥,你忙嗎? 還好啊 還可以嗎? 可以啊 這對牠講應該很輕鬆吧 就要講話放尊重一點 這是我們Tony師傅 Tony師傅,你好 小郭 我是他的小弟 小弟 亂說 他在指呼我 亂說 對對對 他以前在廚房很兇 但他今天不知道會不會 我覺得他手腳很不錯 你尊重一點 以前我幫他切東西 動作比較慢,他就會踢我 所以我現在動作很快啊 所以他如果動作慢,你也可以踢他 裡面他的宿主就對了 不是,我是他小幫手 因為裡面只有我可以幫他 我覺得你今天做蠻多次了耶 我覺得今天就是跟隨著你啊 從頭到尾幾乎都有參與到 因為真的做蠻多次了 來,還有龍蝦 燙啊,燙 咖啡,咖啡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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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燙喔 我今天都讓你站棄味 最後打壽司的都是主廚 是嗎 可是通常調整味不是那個嗎 沒有… 因為你是最後一個動作 我當然是擦盤子了 但你這個最後一個動作 你就可以 檢視說已經幾乎是99%了 只擦盤子的那個章 把它拆它而已 對方我們在打壽司 都是盡量找那一種做比較久的 喔,了解 因為到最後的品管 這邊一定是最後一關 了解 這個龍蝦肉… 這個比較小 龍蝦那個腳啊 萬根大哥的腳 對,因為它肉夠小 腳也小 對… 這個看起來會被客人 argue 對,你看 這個位置非常重要 重要… 對… Tony師傅真的很不吝嗇地 把他今天很多的工作都交給我 然後來幫他完成 我覺得經過這幾年的營業中 不管是好跟不好的指教 讓我有很多養分 所以像這一次來 其實可以很快地跟廚房接上軌道 我覺得跟我們平常的訓練 也是有很大的關係 我覺得元昊真的是跌破我的眼睛 我原本今天的設想是 他要來這邊應該是 演演 混一混 對,當我的助手嘛 那我還有準備一些 讓他軟燙燙青菜啊 簡單的調味這樣子 喔 可是當我開始跟他一起做的時候 我發現他其實懂的東西蠻丟的 我變成… 有一點變成我是在… 沒有了,怎麼可能呢 那我跟客人說 你有對他很兇嗎 我想要問 就是平常我們的角色 就有點像他是從你 我是元昊 但應該是這樣講 對 在外場跟廚師的立場看法上面 他可能會覺得有一些東西 你太一樣 你們必須要… 遵守廚房的規定 規定 或者是出菜方式 或出菜的時間 不是說你要上我就要上 你要等我 完全把產品做到 我是已經完全自滿意的狀態 才可以出 這麼有人了解我的心聲了 我們都有了解啊 我們沒有逼你耶 真的有了解 2 3 2 2 1 2 2 3 2 2 3 3